用弥漫橘色烟雾 振作天空 犹如蒙上一层灰 能见度相当低 之间路上所有人 几乎口罩戴紧紧 除了疫情因素 最主要还是糟糕的空气品质 由于干燥缺雨 加上气候变迁 从四月中旬以来 伊拉克已经出现八场沙尘暴 不止民众身体受不了 不少店面也盖上厚厚粉尘 老板拿着鸡毛胆子不停清理 还有水果摊也得一颗颗擦拭 这次至少两千人 因为呼吸困难送医 全国各地机场学校 以及公家机关也被迫关闭 更曾有官员警告 频繁和强烈的沙尘暴袭击 未来20年 伊拉克恐怕每年都要面临 多达272天的沙尘暴